想买一款日常代步的电车 有什么推荐呢 价格方面越便宜越好 我觉得提到日常代步 应该对空间没有太大要求 小巧很重要 好停车 我大概看了一下 整体价位应该会能控制在差不多8到10万 这个价位区间 做几个推荐 先说大品牌 几何没问题吧 备靠极力 几何E 就之前功夫牛 发展而来 改款而来那款车型 它有两个版本 就是320公里续航 跟401公里续航的 其实咱们买的话 城里用401挺合适 一样 达到折扣的话 基本跑个300左右也是没问题的 可以买的那个叫玲珑虎 这个配置 9万7千8 下个稍微高一点 但是从整体看的话 配置会更丰富一些 比如说这时候导射影像 导射雷达 天窗 10.5英寸的屏幕 还有车机 包括LED大灯 配置比较全面 毕竟是大品牌 外的特地会贵一点 当然也有一些新生力品牌 当然新生力品牌 品牌没那么硬 对吧 所以说价格比较便宜 配置比较丰富一点 都有可能 你像前不久 刚刚上市的 零跑T03 2023款车型 那这个车型 它是有310公里续航 和403公里续航 两种版本 那肯定买403的 长一点试一点 对吧 买到轻强版 80900 其实这个版本 配置也还速度过去了 你像导射影像 1010英寸的中央触控屏 基本上 该价位都有 那这些车型 咱们就为了小巧 灵活 对吧 价格不要太贵 另外还有像 哪扎V 也算是一个新出力品牌 哪扎V有 301和401 两种续航版本 其实买401那就行 90900 这个车型 整体看的话 配置表现 这个续航能力 都差不多 就整体看 这个价位 续航能力在400左右 基本都得在89万块钱 当然也有一些便宜推荐 比如说长安奔奔 对吧 那个作为奔奔车主 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便宜 奔奔你看 可能看的一丝袋 比较贵 是卖到差不多 小7万块钱 但是 如果你看的是奔奔 国民版 就奔奔一威国民版的话 它应该是卖到 5万多块钱 据我了解 交易商是有这批车的 可以了解一下 续航能力呢 也是300公里出头 虽然没有400公里 但是价格便宜 对吧 5万多块钱 半万6万块钱 我觉得奔奔这车吧 便宜 好开 它是挺好的 当然 放眼望去 未来发展的话 你也可以了解一下 像比亚迪的海鸥 还有五菱的冰果 当然 这两个车型 都算是没有上市 不过我估计 价格不会太便宜 如果你的预算 能带10万的话 可以了解这两个车型 如果说我就7、8万块钱 或者6、7万块钱 其实奔奔一威 我倒是挺推荐 优先考虑一下 这也是董事地 聚光电厂 远书的新能源推荐 观众栏目 更多新能源信息和你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